你们应该都没看过这个吧 在犯罪纪录片狠狠地看到宿命感 凶手还能好好活着 谁还记得那个27岁刚刚当上医生 就在家被害的青年呢 这个案子上海警方追查了14年 我以为过程就很凶险 想不到结局让人更唏嘘 实际上这么多年里面 我脑子里面一直记住这个犯罪嫌疑员 这个眼神 事情发生在2004年的某个高档小区 这是个2004年就需要刷卡 才能成电梯的小区 林家夫妇晚上6点回家的时候 发现自家27岁的儿子 俯卧在自己的卧室 已经没有了呼吸 她的床上是大片的血泊 法医鉴定小林是被匕首当凶 刺了好几刀 凶手把她双手双脚反绑在身后 是俯卧在床上被害的 除此之外 林家家里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家里几万块现金 经营手势和手机相机都被翻走了 很明显的一个入室抢劫现场 只是一个入室抢劫 最后为什么要伤人幸运呢 这位年轻27岁的小林医生 前途一片大好 在此之前 她还在筹备自己的婚礼 美好人生的新篇章 才刚要展开 要案发生之后 警察拼命寻找真凶 但怕就怕在 这种入室抢劫的案子 如果是牛窜作案 人就很不好抓 而这个案子的很多细节 可能就印证了 嫌疑人可能真的牛窜作案 一来小林医生作案 是临时被通知加了班 所以当天白天在家休息 没有去上班 加班是临时的 在家休息是临时的 也就是说 嫌疑人选择这家人作案是随机的 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这家到底有人没人 其次之后 同意都弄得很多邻居 都向警察反应 当天确实听到 有人按自家门铃 听到家里有人 外面的人也没吭声就走了 最后 邻家的门窗所都是完好的 嫌疑人进门 只能是两种情况 要么是熟人作案 要么是对方冒充了 物业快递之类的 引得小林自己开的门 警察的摸牌工作 扩大的范围 问讯了起码一千多个人 但因为当年的监控 没那么普及 即使有一点监控图像 也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2004年 他们最后确定的一些线索 有以下这几个 小区门口的监控显示 在法医判定的 小林死亡时间内 小区门口曾经出现过 一个刑际可疑的人 在上了一辆出租车以后 离开了 之后警察摸牌了出租车 锁定了他坐的那一辆 司机师傅也记得那两个人 没错 是两个人 说当时是两个年轻男人 在这个小区门口 打自己的车 送到某个地段之后 他们就下车了 不过警察也确定了 嫌疑人应该是团伙作案 因为在林家林端的地板上 一些白纸上印上了一些脚印 在此信心受辨认以后 警察确认是两个人的 甚至是两人以上的 且这两人还一高一矮 除此之外 林家丢失了两张银行卡 警察也找到了他的使用轨迹 也就是在案发当天 一个高个子男人 带着银行卡去取钱了 监控清晰地拍下了他的脸 也拍到了他的取款机前面 翻开了两张银行卡 拿出纸团确认密码 最后输入密码也没取到钱 离开的时候表情还很不好 这名男子从左边口袋里 掏出了两张银行卡 而在展开纸团后 男子就照着纸团上的内容 输入了密码 输进去的密码都是错误的 他也没取到钱 最终 没能从卡内取到钱款的男子 兴兴地离开了银行 线索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案子 其实应该很好破 怎么会在14年后才找到真凶 其实警察也是这么想的 尤其是这段监控 不仅拍到了嫌疑人的正脸 后来警方还在绑小林的风箱袋上 找到了一枚指纹 只要开始比对指纹 人应该就很好找了吧 尤其是这枚指纹 还有点特殊性 似乎是很好找的样子 那我们经过精细研究呢 这个指纹的中心啊 它还有很多罕见的特征 但这么一比对 就比对了十几年了 上海警方打印了 监控拍到的嫌疑人的正脸 全国撲派了近十万张通缉单 也在全国各机关的配合下 比对的很多指纹 就是没找到嫌疑人 那十几年上海警方都有了一个习惯 就是去外地出差的人 都会随身带着这枚指纹 一方面在外地的警方那里比对一下 也是没找到的 期间在2006年 也就是案发后两年 当时受害者小林被搜刮走的手机 居然在山东开机了 因为这些年警方一直在实施监控 手机在异地开机了 是不是凶手觉得事情过去了 在使用手机 或者是手机干脆在买卖市场被交易了 警察还专门跑了一趟山东 原来是个大学生在用 他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 入了二手手机 被抢劫的人残忍杀害 找不到真凶 难道他就要这么被辜负吗 不可能的 也就是在案发14年后 还是上海警方那个习惯 去哪里都带着那枚嫌疑人的指纹 在山东书寨的警察 惯例进行指纹比对 这一次他们找到了这人 也是巧 因为这人在2017年 因为吸毒被拘留 而留下了指纹 这才让警察在指纹库里比对上的他 此男叫长江 人都40多岁了 2017年刚离婚 现在还在和前妻女儿一起生活 每天也没个工作 也就是送8岁的女儿上下学罢了 警察查了他这些年的活动轨迹 赫然发现 二发了2004年 他就在上海 也就是在小林医生被杀的那天 他从上海的一个旅馆退房 当天就离开了上海 这嫌疑不是一般的大了 于是警方发起了对他的逮捕 讽刺的是 为了保全他在女儿面前的形象 警察权衡之下 没有在学校门口逮捕他 而是在他送完女儿以后 在回家路上采取的行动 被抓的那一刻 长江都是懵的 警察也没对他多说什么 抓到他以后 他还是没搞清楚自己干了啥 直到警察亮出了上海警方的证件 他才意识到了 这一刻仿佛警察和嫌犯都很平静 但平静下是14年的按钮汹涌 没有人再替小林医生放过这帮嫌犯 长江也供出了自己另外两个同伙 没错 当年这起凶案是三个人一起干的 银行监控下去取钱的是江宇 最后下喊刀子杀害小林医生的也是他 此刻他也是在山东 只不过在林市 警察连夜开车去了林市 在他家楼下蹲守了三个小时 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逮捕了江宇 这么多年过去了 江宇出门都要戴着帽子和墨镜 但警察也系他的脸系了十几年 即使戴着帽子墨镜 远远的也认出他来了 另外一个护生 也顺利的被抓捕了 三个人都供出了当年的犯罪事实 当年他们仨是在上海打工 然后染上了赌博的恶心 因为欠债 所以想搞钱 最后想到了入室抢劫的法子 事发当天是江宇拧头 其他两人去小区和他会合 没门禁卡 他们是顺着别人出入而进去的 刷不了电梯 他们是一楼楼爬上去的 随即选了小林医生家门 说自己是物业 小林医生给开门了 开门就被江宇用刀伤了 接着一人在沙发上 看着小林医生让他不许动 另外两人在屋子里翻出了财物 还逼问出了银行卡密码 其实他们最开始只是想求财 出门前把小林医生 认得了他们的脸 为了以绝后患 才回头去杀人灭口 怕被害人回头再认识了 认出来了 做肖像了等等这些吧 怕有后不之忧吧 本来是想求财 解决他们的人生危机 但他们死后的人生 也并没有一帆风顺 拿到杀人的疆域 此后逃错了好几个城市 最后没钱了才回到山东老家 虽然这几年他有稳定工作 但总是会在一个噩梦里出不来 惶惶不可终日 晚上经常也是做噩梦 感觉在车底下 那车马上要开了 那我肯定要拼命的晚上爬 怎么爬 就是爬不上去 故事生干脆没有成家 因为他有天 东窗十八年的家人 他也不敢出门见陌生人 说自己整天待在家里 也等同坐牢 不敢接触陌生人 在家那样 天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屋里 无非就是没有这些铁栏子 长江最是摆烂 躲了几年回老家以后 他还和一个小学老师结婚了 之后有了个女儿 但他也没找工作 甚至在2017年开始染上毒 现在说起来 他也觉得自己是摆烂 总觉得能被抓到就去坐牢 不被抓到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只是现在想起来 有点对不起女儿 女儿的前途算是被自己毁了 那也是无法往回了 还落了几滴内 肯定我这个事 对他都会有影响了 孩子还是无辜的 其实我也看哭了 但我哭的是 其实这三个人 当年犯事的时候 也才27岁上下 和被残忍杀害的小林医生一样 他们差不多大的年纪 人生轨道本来是被盗而驰 小林医生那时候 都在准备婚礼了 不出意外 他的孩子应该比 长江的孩子还要大一点的 谁能挽回小林医生的人生呢 被这种残忍的宿命感 狠狠地击中了我 追查这个案子 14年的警察 再押送他们三个 回上海的车上就睡着了 案子破了 他们的心结就放下了 车上 我们去抓不住的这几个人 全部都在车上就贪 贪着睡着了 也足以告慰 等待了十几年真相的 小林医生的父母 但失去的无法挽回 父母真的被告慰到了吗 我们都没有信心 回答这个问题 看这个还真是唏嘘 狠狠伤了 你们等我缓缓 等我不见不散